請問有來過嗎 沒有 幫你講解一下 那我們娃娃做使用的時候 不要咬它 也不要大力摧摸它 我覺得一進去是感覺是 覺得很新奇 還有一個女生 好像一個小女友在 就是那邊等你一樣 我覺得其實做的算蠻真的 在整個外型上跟 就是它還有氣味還有香味 它的頭髮 整個都是很像真人的 就那種清純氣質型 然後皮膚很白 然後身材也很好 22歲的小張是大學生 這是他第一次體驗 和矽膠娃娃的親密接觸 跟女生相處 可能有時候會比較緊張一點 比如說如果有一個女生很漂亮 後來你想跟她搭話的話 就會很怕被她打槍之類的 我覺得她就很像一個女朋友 陪著我這樣感覺 你會跟她講嗎 會 跟她打聲招呼啊 說今天過得如何之類的 然後就稱讚她覺得 你長得很漂亮之類的 就是像把她當一個真人 和娃娃說話 發生親密關係 在那一小時裡 床上的娃娃是真實的存在 這四假四真的感受 30歲的小陳試過一次之後 無法自拔 就是真的把她當作我那個真人一樣 因為在用的時候 他們可能有散發出香味 讓我彷彿有那種錯覺 至少可以說她在那一兩小時之內 她確實是活著 小陳來娃娃旅館超過30次了 她是一名網路工程師 母胎單身 每交過女朋友 人家零 如果出去都不出去 我怎麼走吧 我就說要不要兩個 一直看電影之類的 然後就 就沒有 不算跟女生交談的人 我覺得是有一個很不錯的 一個方式 再也不用擔心被拒絕 娃娃的溫柔香 成為身心的慰藉 這間矽焦娃娃旅館 從日本進口30多隻娃娃 不定期更新 造型、體態各不相同 任君挑選 為避免性病傳染 矽焦娃娃在使用前後 都會用肥皂、酒精多次清洗 再用紫外線消毒殺菌 標榜衛生、注重隱私 讓娃娃旅館在台北開業一年 每天預約來客都有20到30人 回流率高達三成 業者透露 顧客年齡層平均落在20到40歲 大部分是白領上班族 來的原因多半是好奇 求個新鮮感 但也有一群人 是因為習慣了寂寞 當週末朋友沒有人找的時候 那個時候當下 就特別覺得異常寂寞 你知道嗎 就當人又是孤單的時候 就不由自己就會想到 一些色色的東西 然後就把他拿出來看 給我看一看 然後沒多久 昨天就跑過來這裡 就這樣子抱著他 看著電視這樣 就一個小時就報到結束 他覺得很孤獨 那他可能又找不到 工作場合 或是原本是生活的朋友 也沒有人陪伴的話 那他這也是一個灌道 也是可以跟他請訴 就像我可能回家抱著我的狗 跟他講我今天發生什麼事情 是差不多的概念 就算他 你明明知道他聽不懂 他也不會回你 但就是有一個東西 其實可以的話 當然也是希望可以交給女朋友 然後結婚甚至什麼的 對 但是該怎麼說就是 其實就是 要追求女生的話 像現在大家都出社會了 這種生活的話 其實基本上 你就需要花費蠻多時間跟精力 去完成這些事情 但是如果說你沒有錢 也沒有時間 基本上就是很辛苦 除了新鮮感 我覺得大部分是 他不想也沒有多一個力氣 去處理比較複雜的人際關係 很多人會覺得女生是 對他們來講是一個負擔 是一個麻煩 這是我接觸到 比較多客戶 講過的話 我要除了是一個 解決生理需求的用品 那他也相對是一個 侵犯的扶具 我要甚至可以當成是 他們傾訴的對象 因為其實有時候沒有反饋 會是最好的反饋 Loneliness指的就是說 是我想跟別人親信 但得不到或做不到 我也可能被拒絕了 我也可能覺得我沒有找到 適當的一個可以傾土的對象 那我期待的那個親密感 不見的時候 那我心裡就會感覺不舒服 那為了要保護自己 我就想辦法自己解決我所有的需求 在校園裡面我們都看到 已經從團體 小團體的現象 演變到 越來越多的人 是獨來獨往的 但是那個根本的需求是在的 你能不吃東西嗎 你能不喝水嗎 你能不愛跟被愛嗎 那個東西是在的 但是實際的生活上 卻是疏離的 你沒有辦法從朋友 從同學 甚至從家庭 你都找不到那種愛跟被愛的 那種溫暖的感覺 那怎麼辦呢 自然就會往外發展 到娃娃旅館去 學者認為台灣 從集體主義發展至個人主義階段 感受疏離與孤疾 將會越來越普遍 精神健康基金會公佈 2020年孤疾大調查 結果顯示 經常感受孤疾的比例 高達44.2% 比起六年前增加近12個百分點 調查還發現 30歲以下孤疾感最重 其中21到30歲 有65.2%的人 覺得自己很孤單 我們其實可以看看日本就好了 現在的日本是未來的台灣 而且是很快的未來台灣 大家都常常看到日本 所謂的老人化的現象 然後呢 因為老人化的關係 所以就變成孤單寂寞的一個 一個症狀也很明顯 甚至是孤獨式 台灣其實已經很接近了 因為未婚的人 越來越多 沒有生小孩的人 越來越多 那現在在不婚 不生的狀況下 我們的家庭型態就開始 慢慢地轉變 比較多的比例 就是像個人主義文化那種 就是大家靠自己過活 所以他的寂寞感會上升 這些新的這些溝通的方式 他緩和了他目前受到挫折的心靈 因為他找到了一些不會拒絕他 然後也不會讓他如此尷尬 有人去娃娃旅館 也有人把娃娃買回家 Liu的職業是餐飲業 但他的興趣是搜藏矽膠娃娃 光是這半年他就花了二十多萬 訂購兩隻娃娃和三顆可替換的娃娃頭 或許是因為求學時期學的是美術 他說娃娃對他而言 已經不是情欲發洩的工具 而是藝術品 有學過一些美術化的概念 人最難化其實是臉 娃娃的美是獨一國的 因為人的五官是很特別的 無法取代 他的不同的妝 或是有一點點角度不同 會影響到我對他的生美觀 其實收藏的每個作品 都有他一個特殊的一個地方 比如說他的嘴角 像上癢 眉毛像上癢 開心 然後自己這顆 我是覺得最特別的 這個娃娃缺顆牙 就像這個娃娃 他的眉毛的畫功是很細緻 就像女生一樣 這樣一點點的堆疊 看著精緻的娃娃作品 彷彿就能洗去一生的疲憊 每天工作結束回到家 Leo會幫娃娃梳妝打扮 或是坐在一起看漫畫 享受二人世界 但現在單身的Leo坦言 偶爾還是會寂寞 他不願把娃娃當成穴域工具 也是因為在娃娃身上 感受不到情感的溫度與交流 他所有的動作都必須要 你去調整好之後才可以去進行 跟你交往親家問的 少那一層互動就感覺差很多 你反而沒有那個欲望再繼續下去 如果這些替代的方式 After all 我們還是覺得寂寞呢 那就表示我們只有在處理什麼 表情的問題 他暫時的止血了 但他裡面的傷口 還沒有真正的癒合 網路社交平凡的現在 卻是最孤寂的世代 一句句的娃娃充填進人與人之間 拉開的距離 解決了暫時的寂寞 但心的疏離持續蔓延